The first comer in the Hacker Zone Deeps will be introducing you how you can join the Hacker Zone And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over there And my slides in English will be over here But I will speak in Chinese For our most participants speak Chinese OK 後面的如果是新手 趕快來前面參加新手教學喔 然後解釋一下為什麼要戴皮亞抽的耳朵 因為就是要賣萌可是不會賣萌 所以只好靠道具成長 好 所以這是新手教學開始囉 好 就你們現在可能不知道 現在到底來G0V Hacker Zone是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關係 就是不要緊張 待會五分鐘內讓你迅速變成G0V好手 那來G0V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東西 那待會吃東西的那個食物會放在那邊 只要發現食物來就要趕快去吃 不然很快就會被吃完 然後你只要一直吃東西就會有專案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G0V Hacker Zone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做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歡迎趕快交朋友 然後一起做 然後一起做 用一條電源線一次出租一個小時十塊錢的服務 那請你們自己找到它 然後第二個是網路 網路很重要 那我們這次有特別為大家叫網路 那網路的名稱是G0V跟G0V2G 然後密碼是G0V at 2017-0916就是今天 那我們剛剛也把Wi-Fi密碼放到每一個桌上 這樣大家可以連上Wi-Fi OK喔 欸大家都沒有反應 好 那我們如何一起工作呢 首先 呃 大家 電腦跟筆電跟手機都有代碼 一個方法是到HackerG0Vue.tw 點這邊會有個當起HackerSong共筆 所有人的提案跟我這份簡報都可以在這邊被看到 OK 那 謝謝 然後如果剛剛那個網址太長的話 我們有這個網址是X.CO slash G0V26 也可以找到Hack folder 那Hack folder就是請大家一定要進入這個地方 才知道大家在幹嘛 好 或者是你要掃QR Code 可是應該沒有要把手機拿出來 這樣就跳過 好 那Hack folder進去之後會長這樣 就是左邊 左邊會有一整列的東西 比如說 呃 提案跟 新手教學的 slide 在哪裡 然後你點進去之後呢 呃 就是對 左邊是 左邊是目錄 然後右邊會是 呃 比如說共筆的文件 所有資訊都會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話呢 這邊有個 中文是寫黑客森新手教學 然後英文是for newbie 你可以在那邊找到你所需要的資訊 那 這邊有沒有第一次來然後你想要提案的 沒有 好可怕 好 不敢舉手 沒關係 那 submit 的話這邊會有一個提案請看這邊 然後點進去之後呢 會看到 呃 會跳出一個google sheet 然後這邊已經按時間排好了 你可以去寫 你想要提什麼案 那會有你的提案的標題 你是誰 你的錄影能不能 CC 擺在網路上釋出 你的 你可能做的簡報 如果可以的話 也盡量把你的簡報放到這邊 大家可以知道 在20件提案裡面可以去看 你的提案是什麼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要提案 你可以上這邊去看 待會要講的提案的內容 然後他們想要做什麼 你就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提案一起做 那如果你想要加更多派在Hack folder的話 就是按左邊的編輯 反正你都可以問啦 喔 對 我覺得如果這個太麻煩的話 穿這件背心的人就是G&V大使 就是你們這次活動的導護媽媽 欸 那個人不可以脫掉 就是 穿回來 對 就是你可以找到導護媽媽 然後就可以問她任何關於黑客松的問題 好 那如果我們要怎麼工作呢 除了剛剛在剛剛的Hack folder之外呢 請拿出你的手機 你要加入一個非常重要的頻道 叫做 Slack 欸 竟然不是 Slack 先 竟然是 Hackpad 先 好 反正大家可以來到 G0V.hackpad.tw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寫下 比如說活動資訊 跟你待會想要提案的內容 你可以說 欸 我想要 比如說我想要開發一個App 然後我已經有哪些功能 我需要誰 把這個東西寫在那個文件上 這樣別人不用直接跟你講話 他可以知道你要幹嘛 然後另外一個推薦大家用的是 HackMD 也就是我們現在文字直播在用的這個系統 那 HackMD看起來有點可怕 就是竟然要黑黑的 但是沒有關係 並沒有那麼可怕 它也是一個共筆系統 那 痾 之後如果大家想要學的話 可以來這張拖影片 裡面會有簡單的 Markdown 教學 或是再一次 就是找有穿這件黃色的人 他們 knows everything OK 那如果你想用 Dropbox Paper 或Google Doc的話 也可以使用作為一個共同編輯文件 這樣你們十個人 就可以一起在這份文件上編輯 那 痾 要怎麼一起在線上討論呢 請大家加入 Slack 那 Slack 的話 你可以收取你的手機APP 或者是網路版都有 然後你點進去這個 join.g0v.today 就是 if you want to join GovZero Slack channel join.g0v.today 那這邊會請你輸入你的 email 然後你把你的 email 輸進去之後 它就會收到一個邀請函 然後你點進去之後 會請你用你的 email 跟自己的帳號 自己的密碼再註冊一次 那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 ID 暱稱 然後進來之後會長這樣 就是左邊會是各個頻道 然後右邊會是我們討論內容 那主要大家討論頻道會在 General 那如果你只會講英文的話 就在 General English Channel OK嗎 你在這邊可以直接在上面求救說 廁所在哪裡啊 然後我想要做什麼都可以在這個 Channel 上 好 那我們 work together 的方式就是 地上會有很多的坑 然後坑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專案 那常常會看起來像是這樣 就是我可能需要一個設計師 因為我是工程師 我做的見面很醜 或是我是一個 NGO 可是我不會寫網頁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寫網頁 那或是我需要的人幫我找資料 或是幫忙寫文案之類的 那我們基本上這個動作就是這樣 你要提案的話你就是挖一個坑 然後挖一個坑之後就是想辦法把人推進去 讓被推進去的人可以把那個坑 充滿它 對 今天是個發起充滿的日子 大家也要把坑充滿 那這家家的意思是說超棒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 Slack說 謝謝誰家家 好 這段要感謝BD 那 Tips to fill the holes 就是剛剛的文件要公開然後清楚 那這樣大家就可以知道怎麼可以幫你 然後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很醜的話可以拿出來 比如說你網頁寫得很醜 然後結果設計師就看不下去 然後他就會幫你改 就是這樣是把專案推進的方法 那我們從小的事情開始 比如說先畫一個網站的初步設計圖 那如果你不是技術人的話 剛剛那份 HackVolger上有一篇文章 是飛機訊人的跳跟小訣竅 這個快掉下來了 然後你可以找到你的技能貼紙 然後一定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好 那Code of Ganda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在整個會場裡面的時候 可以很自由尊重的跟別人交談 我們對事不對人 然後盡量去鼓勵大家專案 就是說欸 很棒欸 那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好 然後對新來的人不要說 Go Google Yourself 就是盡量的幫助大家 那如果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今天做不完的話 也歡迎你自己在 Slack 或是哪邊 自己在救一團黑客送 或是你想要分享什麼樣的東西的話 也可以自己在 Slack channel說 我待會在旁邊拉一張椅子 我要辦一個小的分享會 這些都是可以分享的方法 那今天主要流程就是 待會會上台每組可以有三分鐘 然後下午五點的時候會有成果發表 那這個是G0V的朱又明是說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你就是沒有人 所以沒有人做這個網站 我們就一起來做它吧 這是不是最後一張啊 喔 是 不是 就是請大家一起來當沒有人 謝謝